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費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步 好,今次我們講講世界的事情 Omicron 變種依然在全世界 都是繼續繼續蔓延近的 原來,Omicron 變種 最初人家以為我們今集主要是BA2 被譽為Omicron 變種的煤煤煤 因為Omicron 變種是BA1 原來是不止的 最新的看到 原來,Omicron 變種 是不單止只有阿妹 有什麼宿伯兄弟那些 有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 Omicron 變種的原始版本就叫做 B11529 好,去年11月26日,世衛很快就把這個變種列為 高度關治瑜的變異株 之後,Omicron 發展出極具傳播性的 BA1的雅變種 當然了,已經是全球171個國家都有了 而且已經成為主流的變種 取代了之前的Delta變種 當然了,現在還有就是 BA2 和BA3 就是BA2和BA3 這兩個就是Omicron家族的新型 雅變種 不過 BA3的發病率非常非常低 現在 最厲害的都是 這個 BA2 BA2 因為它有一樣東西 就是 專家就發現了 就是小心了 它是叫做 隱形 板瓦種 為什麼呢? 因為 其中 BA2目前 傳統的 PCR檢測 你知道每個國家的PCR檢測 應該說是最 相信的檢測 比快速測試準確一點 但是 PCR檢測也是難以判斷隱形板瓦種的 目前已經有40個國家有了 BA2 當然 在 BA2在媒體 現在西媒就叫它 叫做Omicron的阿妹 根據英國專家的說法 其實 這個亞總是首次在 其實也不是很快 不是很 很久之前的事 是 上年12月初 首次出現的 當時Omicron 剛剛是 全球 在流行中 而且取代了Delta別種 倫敦根本時報的專家就說 BA2 和常見的BA1 最大不同 就是 缺少了某個特變 缺少了令科學家在測試期間 輕易找出來的特跡 更加具體地說 其實 BA2 因為缺少了一種 次特蛋白基因 即是S基因 我們之前介紹過 令到 最慘的就是科學家 沒有辦法以現時 常規的快速 測試手段去變色 除非 也挺複雜的 要使用全基因 組的定罪才行 否則 你根本就會漏掉這件事 你是找不到的 那麼 現在看看 也挺 深酸的 當然 有人說沒事的 你又沒事 你覺得沒事 我覺得有時候 你覺得沒事 沒有了美國也說沒事 另外現在 隨著Omicron變種 繼續 全球大流行 全球累計的個案數 已經逼近3億5千 3億5千萬人 令人擔心的就是BA2 在歐洲 近日最厲害的BA2 澳洲也有 美國也有 日本也有 韓國也有 日本專家就稱 日本專家最新的研究就顯示 BA2 這個 亞種 的 傳染能力 是 本來Omicron變種的兩倍 即原始版本的兩倍 而且很難被 PCR檢查出來 剛才說過了 即是 令抗疫更加難 更加難的 之前 衛報已經說過了 來自南非、澳洲、加拿大提供的 病毒基因組當中發現 這款隱形 叫做 隱形版的 亞種Omicron 其實涉及了7個個案 研究人員 也是 把 原版本的BA1 和隱形版的BA2 大家 認真地研究一下 最後得出的結果 真的是BA2 很難 被 PCR檢查驗出來 其實 我們看到 到目前為止 BA2 剛才我們說了 是全 40個國家發現了 估不到 這個真是北歐的 小國寡民 不是納陀院 是丹麥 丹麥 升得最快 其次就是印度 英國 比較碎 想不到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 前日還是大前日的數據 是一天五千多 都很厲害 都很厲害 專家 已經確定了一件事 就是 日韓的疫情 因為BA2 這個亞變種 可能會推高 日本口星勞道省 就說 目前 在日本的機場 已經是檢驗到 起碼 200宗的BA2 佔了他們這個國家 Omicron 的11% 東京大學 醫學研究所 的副教授 佐藤佳 就說 這個亞總是隱形的 特色就是 傳播力很強 所以 我們 都要小心 他就警告 如果政府 如果沒有配合 做出相應的適當 防疫措施 恐怕整個日本 就會 現在還未完 但是 之後可能有一波 叫第七波 疫情第七波 記住 南韓 這個亞變種 亦是在 BA2 這個亞變種 可以說推波助瀾之下 單日 南韓新增的個案 也有10,000 大家都要小心 我們看到 南韓 中央防疫 對策 報 其實 昨天 26日 截止到當日 南韓比前一天 凌晨 凌晨 凌晨開始計算 新增的確診數 是13,01 12宗 這是南韓爆發疫情以來 時隔兩年 首次是過萬 而且一連續兩天都是過萬 南韓政府就預測 目前發展的情況 在2月份超過 3萬是不出奇的 因為這個BA2 可能也成為了主流的 雅變種 但是 他們目前發現了一件事 這個重症率和致命率 暫時是保持穩定的 由於BA2這個雅種 不斷肆虐 歐洲的國家 疫情都沒有什麼減退 當然英國就不理那麼多 英國 我們以為他會退一退 原來不是 過去24小時又超過10萬 當然10萬就10萬 沒什麼的 這樣才叫做真英國人 我覺得 會不會失去了美國和臭國 都叫真英國人 好像 像他 大媽 那個 那個 那個E 不要找名國了 而且他說很喜歡喝咖啡 現在沒有味道 我覺得這樣 是 得淡笑 或者說你是很可悲 真心地說 如果這樣才叫真英國人 真的是很可悲 所以 我們看到 歐洲 都相當地緊張 現在 根據丹麥衛生部 的數據顯示 在 一月的中下旬 即是現在 差不多的時間 這個BA2 居然是佔他們45%的個案 比起兩個星期之前 就有20%的增加 法國 亦都是 想不到 想不到 法國也很厲害 法國也很厲害 法國 走的人數 接近13萬 而且 這段時間 最高利勢的人數 467個 1300萬人 已經是曾經船船 總統馬克龍就說 法國疫情不斷上升 對 衛生系統造成巨大的影響 全民必須繼續保持 警惕 英國 英國是過10萬 我們會有節特意說一下英國 捷克 捷克想不到 不算是大國 但是也接近 4萬 單日 最高數就破了 就是39,614 當然 可能過多兩日 到 真真正正正月底的時候 就會達到高峰 寶加利亞又是一個小國 東歐小國 都是破了新紀錄 12,399個港 大多數都是Omicron 荷蘭 今天 你記住 荷蘭開始放款 真的受不了 因為荷蘭實在 太過多示威了 可能政治人物受不了 荷蘭 由今天起 其實已經實行了 直到3月上旬 都會放寬 放寬 放寬部分 防疫措施 荷蘭政府為了抵抗 Omicron 上個月開始 實施嚴格的政策 但是 單日確診數依然 持續增加 他們說 因為 重症和離世的人 的個案不算多 所以越來越多人要求放寬 這次的放寬 連首尚 呂特也承認 這次我們兵行顯著 會冒一定的風險 真是老實 老實 老實 其實世衛的報告也說 雖然 這個 傳播性 現在 傳播得最多的 當然還是BA1 也是主流的 Omicron變種 但是從丹麥最新的趨勢來看 這個 BA2 變種的比例正在上升 英國的 衛生安全局也說 BA2的傳播力 現在他們調查當中目前不明朗 不過 大家都是要 注意 世衛也認為 大多數 Omicron 的瓦變種和原始版本非常相似 唯獨BA2有少許不同 因為是很難PCR 檢測到 說回來 大家知道上個Delta變種有多少個瓦種變了出來嗎 印象中有3、4個 現在已經超過200個了 嘩 不過應該 因為現在 Omicron 出來了 所以大家都沒有太多人注意 是 是 世衛也強調 接種疫苗依然是對抗Omicron變種最有 效的方式 不過 世衛也說 現在 譚德塞在日內瓦日前也說 成員國的捐助 未能就增加世衛資助達成協議 即是有些就不想 捐多一點 但是現在你不幫世衛的話也挺麻煩的 世界衛生組織 如果是得不到足夠資金 將沒有辦法 具備更多的自主權來 對抗大流行 那麼我們 世衛 就會 走向失敗 這是老坦說的 世界衛生組織要求成員國 和捐助方 為他們 兩年預算 增加4.8億美元 其實 也不是很多 其中包括4.3億的緊急計劃 因為 對抗 亞種 世界衛生組織 2020年到2021年期間的預算 原本是58億美元 但是 為了應對 大流行 和新的變種出現 它的支出是增加的 這個我相信譚德塞 因為你始終 那麼多突發事件 喂 你就算不派物資 你也要找多些人去幫忙研究吧 是吧 譚德塞就說 正如 衛生工作者需要資源和工具 完成他們的研究工作一樣 世界衛生組織 需要可持續和可 預測還有靈活的資金來完成 我們的工作 他認為 世界衛生組織 得不到 太多國家的重視 而且這個時間已經很久了 你想想 特朗普說 退群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證明了 當時的特朗普政府都很蔑視 世衛組織 他也說 現在希望大家 盡量幫助世衛 我覺得是對的 世界衛生組織 執行 委員會 這個星期在日內瓦的 視頻會上 就 說 現在 幾乎沒有 跡象表明的 一件事就是 成員國 就世衛 組織正在尋求的預算改革達成共識 即是 沒得搞 另外 世衛的官員 不是老淡 就說 下一個 引起全球關注的新冠變種 將會比Omicron的變種 更加具有 轉播力 而科學家需要真正回答 的問題就是 新出來的變種 即不是Omicron 也不是BA2 是Omicron 跟家族以外的新變種 很多新的東西 真是麻煩 當然 新出來的 現在 目前有的數據的確確確 Omicron變種 是比Delta輕 不是代表沒有東西 是比Delta輕 這個談得在 都強調過了 就算有什麼新變種出來 你傳播得這麼快 你都要擔心 因為你沒有了美國 沒有了臭國 是吧 還有 還有 現在 將來會出現新的變種 會不會更加致命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說回來 世衛亦都說 單單在上星期收到世界各地 的新增個案 各個國家已經是2100萬 例子 這個也意味著 Omicron變種的快速傳播能力 會令到全球新確診數 將會繼續創新高 這些新高 當然不是那麼好 當然 所以現在這個 Omicron的亞種 BA2 比BA1 最嚴重就是PCR 比較麻煩 因為PCR已經是貴的 你這麼貴 東西的時候 檢測不到 你要更加複雜的程序去檢測 又是要 一段時間去研究 轉身沒有那麼容易 雖然 世衛說不知道Omicron 是不是還是 好像外界這樣說 一直都會 那麼輕呢 因為你不知道 現在 是 一加四口 剛才說過 Omicron變種一加四口 但是 會不會又有新的 亞種出來又有些特別的東西 你不知道 很難說 始終 世衛為何擔心呢 因為 你BA2 是PCR檢測不到 你要更加大的 醫療資源去搞 你知道現在全球醫療系統 已經壓力大到不堪 所以世衛的技術主管 范科霍芙 他就說 下一個出現的新冠變種 將會有更強的傳播力 這是他所說的 因為這樣 才可以 壓過目前的 傳播趨勢 這個Omicron變種 比Delta變種更加傳播力強 反科霍芙也進一步警告 社會大眾不要相信未來 持續 變種的 毒株 會越來越溫和 或者會比早期的 毒株更 不容易致命 這些 完全是 未有長 現在 其實在整個科學 研究來說 依然是很短很短的 你要記住一件事 Omicron變種 是11月底才開始傳 現在只有三個月 你完全不知道 科學的東西 你就不得半點 太短時間 三個月的研究當然不是很久 所以輝瑞和BioNTech 如果大家有聽過我們 汪祖也知道 他是要深入研究 要臨床研究才行 兩家公司給了很多錢 這位反科霍芙也說 民眾要注意在公共場所一定要防疫 新一代的 病毒 可能 同時具備 免疫 逃脫能力 降低現有疫苗的 效力 世衛的 首席緊急情況 專家 萊恩也說 病毒會持續進化到定型 不過不知多久了 大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這個沒辦法 這個沒辦法 因為這些 病毒就是這樣進化的 這個沒辦法 你看一下 現在連台灣地區 都害怕 不是開玩笑 我看到自由時報 都很重視 這個自由時報 都很認真 台灣人 台灣地區接種率不太高 爆起上來非常嚴重 是的 所以都要小心 台灣地區也是想清零 不要想這些不切實際的事情 你接種率那麼低 你怎麼清零呢 其實現在 台灣地區 也有人說 不如像西方那樣 跟病毒共存 但不行 這個不行 因為 有些人接種了高端 不行了 這個真是 太扭了 這真是太危險了 其實 蔡政府反而 十分理智 說不行 不可以跟病毒共存 起碼要接種 一到兩劑 新一代疫苗 但新一代疫苗 未能研究出來 輝瑞和 BioNTech 準備研究 這個不容易 真是不容易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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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